据参考消息网6月25日报道 中国新的载人登陆火星计划曝光 该计划分为三步走的设想 力图在2033年执行第一次载人火星探测任务 后续还要建设火星基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院长王小军表示 载人火星探测任务的计划出发时间为 2033年、2035年、2037年、2041年、2043年等 在载人任务开始前 中国将向火星发射机器人 以进行火星基地悬殖考察和原位资源利用系统建设等 王小军表示 为缩短飞行时间除了传统的化学推进剂 航天器还必须利用核电核热推进 载人灯火任务将会在数百天内完成往返旅程 上世纪80年代 人类曾设想在21世纪初就实现载人登陆火星 同时尝试建立基地设施 冷战结束后 这个宏伟目标却基本不再被提起 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 还在不紧不慢地推进着火星探测项目 相比距离地球仅有38万公里的月球 探测和登陆的火星难度要大得多 今年5月中旬 中国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将驻荣号火星车送至火星表面 驻荣号火星车将在为期90天的任务中 研究火星乌托邦平原的地质土壤和大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